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裡有一個三角形木塊 質量是4公斤 斜角是37度 上面放一個物體 這物體是5公斤 讓它這樣滑下來 那麼他問說 這個三角形木塊 跟著地面間 它的這個近摩擦係數 最少要多少 才能夠讓這個三角形木塊 讓它靜止 而不會往後退 這怎麼做 我現在把對象釘在什麼呢 釘在這個物體上面 這物體現在受了幾個力 受了重力 還有地面給它的正向力 當然還有摩擦力 還有這個物體給它的作用力 這物體給它的作用力 只有正向力 因為這個方向沒有重力 因為這個方向只有重力 重力在這個斜面方向的分力 它重在這物體上面的力量的話 只有正向力 它重在這物體上面的話 沒有什麼呢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就是說 它重在這物體上面的力量 在斜面方向的分力等於0 沒有分力 也就是說 它給它的重力是往這邊的 是往這邊的 這是m 那因為重力怎麼反重力 它給它的重力是 往這邊的話 那它給它重力的話 就往這邊 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 來看看 我把對象定在這裡 定在這裡的話 它給它的作用力 我現在把它分解在這個水平方向 在這個水平方向的話 有幾個作用力 就是它給它的作用力 在這個方向的分力 我就m 那這個呢 塞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37度 那這個角度應該是幾度 這是37度 那這個也是37度 因為這個兩個是同位角 這是37度 那這個加這個90 所以這是53 這個加這個90 所以這個也是什麼 這個也是37度 也就是m sine 37度 是這個什麼 是正向力 在這個水平方向的分力 m sine 37度 減掉多少呢 減掉呢 這個近摩擦力 近摩擦力的話 這個等於0 好 那也就是說 這個n sine 37度 等於近摩擦力 近摩擦力小的等於最大近摩擦力 mu s 乘以這個n 這個n 我叫m' 這兩個n不一樣 這個正向力 跟這個n相不一樣 這是mu snn' 不讓 好 那現在問題是m等於多少 就他給他的正向力 等於什麼呢 等於是這個 他給他的正向力 那現在的問題 那現在問題是說 我現在把對相呢 定在這裡 定在這裡的話 這物體受了幾個力 受了一個重力 我把對相 定在小m上面 這小m的話 在這個方向 合力等於 好 因為這小m 在這個方向 沒有什麼 沒有運動 在這個方向 是沒有移動 所以這個方向 合力等於 好 那現在 這個什麼 這個重力 在這個方向的分力 這是cos這個角度 這個也是37度 這兩個角度一樣 mg mg cos 37度 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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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斜面給他的 正向力 m 這兩個力 剛好是作用力 跟反作用力 的關係 這個 這個是等於0 因為這小m 這個方向 沒有移動 那這樣 我就可以 算出來 m等於 是等於 mg cos 37度 好 再看看 這個 m' 我現在 把對象定在這裡 把所有力 分解在 這個千子方向 就 m' 我把對象 定在這裡 這無理說的幾個力 說m' 還有什麼 還有 那個 D性引力 mg 還有沒有 還有 還有 他給他的作用力 是正向力 這個正向力 投影在千子方向的分力 就是m 這個 這個 等於 0 那這樣 我就可以 把這個 m' 算出來 m' 是等於 mg 加上 m cos 37度 那 m' 是等於 所以 這個 是等於 mg 再加 mg cos 37度 再乘以cos 這變成平衡 的 好 那 所以 我這個小的 μs 大於 等於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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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 大mg 加上 小mg cos 37度 的 平方 那分多少 分之 n n n 是等於 mg cos 37度 5 這等於 多少 這個 g我可以消掉 我g可以消掉 大m 是等於 4公斤 大m 是4公斤 小m 是5公斤 cos 37度 是5分之4 5分之4的平方 小m 是5公斤 這個是5分之4 乘以5分之3 這可以約掉 好 上面是5分之12 這是多少呢 這個是 約掉一個5 所以是4加5分之4是16 好 上面是5分之12 所以這樣等於多少呢 5分之12 這5分多少呢 20加16是36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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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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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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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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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2